喜中喜的費 Dissident 異見客 這系馬來了香港的短短幾季 成績有但不算太好 贏過的馬有兩匹 海島財子和電子傳奇 另外辣德奧陣上接近那些 大道置簡暫時未有什麼成績交出 異見客自己是Seabrain的紙紙 服役時在澳洲贏過七場頭馬 贏馬的圖程皆乎一千米到一千六米 七場頭馬有五項一級賽 2014年才在悉尼贏了蘭維堅尼大賽 另外去到圍省在考菲爾德馬場 贏了民司錦標 然後贏了戴花錦標在費明頓馬場贏 到2015年才在考菲爾德馬場贏了 柯爾錦標 稍後去到悉尼贏了全靈錦標 至於喜中喜的舞系 Norton Meteor的女兒 曾經在澳洲巴拉列馬場 圍省那邊贏了一場千二米賽事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短途馬多一點 贏了一里或以上的馬比較少 大部分的成員亦傾向早熟 看完父母兩線 這批喜中喜 看來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落因為易見客的關係應該加到程 千四米、千六位途程的賽事 他亦有機會應付得到 喜中喜來香港之前 澳洲的悉尼和鄰近的馬場合共試過兩次閘 試兩次閘都贏了 而且跟他一起試乘的馬有不少在當地已經贏了 至尊高飛的 Star Spangled Banner 花旗 這些馬現在是香港的當旺 今季開季成績相當好 加州星球 富全英雄贏了馬 另外初插班的永遠美麗是一出即勝的 這些馬除了大部分的馬 跑短途夠速度 跑中距離夠氣量之外 有不少在香港初次上陣已經有好好表現了 加州星球永遠美麗就是了 而這次馬上季除了上述幾匹馬之外 紅雲飛鷹 龍船狀元 合火紅心紅龍等等 全部都有好表現 至於自尊高飛的母是 Ancosta Delago Lago的女兒 沒有上陣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縣 有不少初期會贏短途 跑到中距離賽 甚至2000米途程的賽事 一樣贏到馬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群自尊高飛的性能 也有可能會挨向加州星球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到加賭程 1400米、1600米途程的賽事 很大機會應付得到 自尊高飛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維省參加過一次試集 試集開始跑第三 跟他同組試在他之前過終點的兩匹馬 因為當時是平頭的 兩匹馬的其中一匹 有一匹在當地 贏了四場頭馬 自然勁的副是 Reliable Man 忠誠漢子 這群馬來了香港 不算很長時間 但是成績不錯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包裝長勝贏了馬 上季成績也好 除了包裝長勝之外 聖德出色 大紅袍 全民佳子等等 都交到頭馬出來 這群馬暫時看來 長一點路程是適合跑的 不過有不少成員 縱使翌日成為長途馬 但競賽初期短途也能贏 包裝長勝和已經退役的精神威 都是這些馬 至於自然勁的武士 Smart Missile 智能導彈的女兒 雖然在納西蘭沒有贏過馬 但是服役時也上名三次 上名途程是800到1300米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長一點路程的馬比較多 縱使近代成員 有些跑短途也跑得很好 但實際上這個武線家族 同系的馬出現過 香檳 法北水都 這些都是納西蘭全國最好的長途馬 所以看完負無量線 這筆自然勁 看來就不像正宗短途馬 跑下去 都會像精神威包裝長勝 由短途跑跑下 會變成中距離馬 甚至長一點路程更合發揮的馬 自然勁來香港之前 在納西蘭參加過三次試襲 試襲三次就贏了其中一次 贏試襲那次 第二第三名的馬 之後在納西蘭當地 都各贏了一場頭馬 的愛心的會是Deepfield 遙遠升空 這筆馬現在就是香港的大族 短短幾貴 成績大爆發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這筆馬都有行運旅程 對行之星和轉式奧場贏了馬 另外高班的顯心星和中華盛景都上名 這筆馬的成員大部分 性能都比較早熟 跑短途好好速度 泥地賽性能亦都好 而且有不少成員 來到香港 初出的仗已經跑得好 至於的愛心的武系 曾經在澳洲的昆士蘭州贏過四場賽事 都是贏短途 900米贏到1200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個別有些贏到上一里 而且有不少的成員都很早熟 這個武線家族裏面 有兩匹馬在香港曾經贏過馬 一匹闊大奏 另一匹是好運的 都是贏短的路程或者中距離賽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這匹的愛心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的愛心來香港之前是希斯家族訓練的馬 曾經在當地試過一次閘 不過試閘那次沒有跑入前三名 天下有才的符是Elmar Heard 這匹馬在香港都很長時間 Elmar Heard 都不是現在的總馬 基本上是千禧年後那陣的總馬 現在這匹馬的指字數目就比較少 當然是 不過成績都有 因為上季友誼之階就贏過馬 長長勝也上過名 Elmar Heard 自己是單山的指字 服役的時候是澳洲堅尼大賽得主 贏馬途程由1200米到1800米 這匹馬大部分在香港跑的馬 都比較早熟 短途賽中距離賽都跑得不錯 至於天下有才的武系 Cozin的女兒 沒有上陣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有不少是美國馬 跑短途速度就足夠 而且有不少成長後 跑到一里或以上都贏到馬 泥地賽草地賽兩科都可以 所以先看看父母兩線 這群天下有才 看來初期要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有機會增程 可以有些能力提升的馬 1400米1600米的賽事 他很大機會應付得到 天下有才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希斯家族訓練的馬 在維省參加過兩次試襲 兩次試襲都贏了 跟他一起試襲的馬 有些在當地都贏了馬 紅運帝王那輔是 Balado 比力多 這是馬暫時比較新的 幾匹成員上過陣 暫時都沒有什麼成績交出來 青春向前 星雲浩騰 光明先驅等等 比力多自己服役的時候 就贏過五場頭馬 在英國上陣 由1200米贏到1600米 最高競賽成就 在2016年 贏過在紐伯利馬場舉行的 樂景潔錦標 亦是同年的女王安尼錦標 即是雅士谷賽奇的賽事 跑第二 當時他輸給小元昭 至於紅運帝王的武系 曾經在愛爾蘭的卻拉馬場 贏過一場1600米賽事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大部分都是中距離馬 或者是長些路程的馬 有些贏到上去里半 這個母線家族裏面 出過葉森打給冠軍 柏西著士 其他成員 有些 膠沙地賽性能都挺好 先看父母兩線 紅運帝王 看來就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賽 甚至長些路程的賽事 才適合他跑 紅運帝王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 和愛爾蘭合共上的陣 八次 贏過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都在愛爾蘭贏 一次是1400米的草地賽跑直路 另一次是1400米的膠沙地賽 右轉賽道的賽事 他跑過一次就不上名 臨來香港之前那一仗 雖然 是在亞士谷馬場的 王家亞士谷賽旗上陣 無攻 但那場是跑第七 那場是大不裂癲感錶 是大不裂癲感錶